欢迎收看,我是佩妮教数学 那我们在指数函数图形的最后一部分 要来介绍这个不等式 为什么会在这里学不等式 你掌握到这一点的话 你就知道要怎么解析这些题目了 之所以会在函数图形的后面才教不等式的原因是因为 在函数图形里面我们加强的认识了 指数函数的所谓递增的特色 那就是说 如果我的指数底数大于1 那你的x越大 最后求出来的2的x次3的x次就越大 那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的底数小于1 那你的x越大反而怎么样 a的x次就越小 那透过这一点来进行讨论的啦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那你就知道说其实我们要把它换到 类似的底数去讨论 所以说它是5的 这是2的5次嘛 所以它这里是2的10x-25次 然后这里是2的2分之3次 所以它这边是2的2分之3x加2分之9 那于是就得到了 因为底数大于1 所以 10x-25会大于2分之3x加2分之9 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这个底数大于1这件事情一定要讲一下 要不然的话学生会误以为说 就一定就是大于1 对不起 因为底数大于1 所以当你的帧数就整个数字 这个比较小的话 那你的次数就比较小 那这个底数大于1一定要讲一下 不然的话学生很容易以为说就是把这个抄下来 不是的 它其实要讨论一下底数 那于是来解它啦 所以我们把这个移去左边的话 你会得到2分之17会小于2分之59 所以我们的这个x会小于17分之59 下面这题 那其实做法是差不多的啦 可以给学生自己做 你们可以按个暂停自己做看 这个是3的2分之1次 所以按照指数率 它是3的2分之1x平方减2分之1次 然后大于 这个是3的负1次 所以它是3的负x加7次 那因为底数 我这是加7 那因为底数3是大于1的 所以这个比它大 所以这个比它大 指数就比它大 所以负x加7会大于2分之1x平方减2分之1 那所以我们会得到呢2分之1x平方加x 然后减2分之15会小于0 加5减3 那还记得吗 它在一条束线上被分成-5和3分成3段 如果你比3大的话这两个减3会是正的加5也是正的 这样乘起来就会大于0 如果你比-5小 那加5是负的减3也是负的会小于0 所以它这个会大于0 负乎得正会大于0 所以它要小于0的话 我们只能取-5到3之间 可以吗 好的那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啦 一样把它画为底数是3 所以这个是3的2分之1次 那因为底数大于0 大于1大于1 底数3大于1 所以说整个数字是这个小于这个小于这个 它们的次方也会是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 1分之1会小于2的 3是3的1次 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换成2的次方 1分之1是2的-1次 而1是2的0次 那这个时候我的底数都是2 所以因为底数2大于1 所以我的这个不等号就不用变 那是 所以-1小于2的 这样子 x在这个正的1 到有没有等号啊 有等号啊 抱歉 一直都有等号 到 就两边都开根号啦 根号的2分之3 所以是2分之6 或者-的 可以吗 可以吗 好我们来看这一题 你可以把它换成1分之1的几次 也可以把它换成2的几次 那换成2的好处是底数大于1 我们就是不等号可以延续用 那换成2分之1的好处是 就是你的次方少一个负号 那我们在这里练习 把它换成2分之1的 让你们看看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2分之1的4次 然后这个是2分之1的2-6x次 这个是 这个是 注意哦 2分之2 它其实是 2分之1 所以它是2分之1的2分之1次 那现在呢 因为底数 2分之1是比1小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比较小 它其实它的次方应该要比较大 那所以说我们会变成是 4大于2-6x 是大于2分之1 这样子 然后就解吧 同-2 同除以-6 同除以-6 结果又把不等号再翻回来 所以是-1分之1 这个除以-6 负负得正 然后 1分之1 然后这个是在不等式的问题里面的 另外一种形式 它不是在讨论 就是说 指数函数的递增 它事实上是一个什么 1元2次不等式 就是你把2的x次当成是a 来看待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我们把它都搬到右边去吧 所以它是 4的x次是2x次的平方 然后这个我们都做过了 把加1搬到前面 然后 不过我们现在是移到等号右边 只是我们写左边而已 所以这个是减的 -14 2的x次 -32 会小于0喔 可以吗 那所以说a平方-14a-32 小于0 那这个32应该是什么 16跟2 按照这样子的写法 我们会得到的范围叫做 2的x次 那就像我前面讲的 一条束线被16跟2切 16跟-2切成三段 小于0取中间 它会大于-2 小于 小于16 可以吗 然而事实上 因为2的x次根本就应该会大于0 所以这里呢 直接变成大于0就好了 就是或者说它就不要这个范围也可以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是x小于4 底下有几个简单的是非题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x在0到1之间的话 这个是不是会成立呢 也就是说x是小于1的 那小1的数字 就是这2次 这2分之1次 这1次 小于1的数字 次数越大会越小 那它这摆错顺序了 它应该是2次小于1次小于2分之1次才对 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错的 再来看下面这个 已经知道这样子 那是不是这个一定会成立呢 那因为我们的次方出来 4的a次和3的b次出来一定正的 所以我们这个负号可以先处理 我们先同乘负号 所以就是4的a次一定会小于3的b次的话 那现在你右边看到的这一个 4的a次分之1的意思 这是3的b次分之1的意思 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 只要你这两个东西同号 导数就会让它的大脚出去刚好颠倒 我们现在因为都是正的 所以原本是小于 翻过来就会变大于 这是对的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说如果a比b大而且比1大的话 那么这个是不是一定会成立 你可以按个暂停自己想一下 a跟b都是正的 那你只要是同号的话 而且都是正的的话 那么你一起进行n次 两个数字一起进行n次 大的那个还是会比较大 小的那个还是会比较小 包括它小于1的时候也是一样 1 3 小于1 2 所以一起平方之后1 9 小于1 4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它一起ab次 同ab次 那就说在次方乘ab 可以吗 在次方乘ab的话 你的式子会变成是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大于有没有成立 我们先写框框 两个次方同乘ab 你这里会变成是a分之1的a次和b分之1的b次 可以吗 如果你比较不习惯看 那个底数小于1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写成a的-a次和b的-b次 那因为a比b大 所以a这个图形本来就比b还要抖 假如说这是b 那a本来就会比他 右边会比较抖 左边也会下的比较快 那注意我们这个-a是负的 所以我们都在这边 然后a比b大 所以a这边要选一个负比较多的 所以他本来就已经下的比绿色的还要快了 他又被选到一个负更多的次方 所以他其实一定会比较小 这里 其实一定是小于 所以这是错的 可以吗 可以吗 那么下面这个 这个4的3分之1次和4分之1的3次 到底谁大呢 4分之1的3次 这个其实很简单 因为4分之1的3次是 这个 6分之1嘛 然后4的3分之1次呢 他其实是开3次更好 那你不管再开几次更好 都不会把大于1的数字开到小于1 所以这题其实很简单 这一定是这个大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们再集上到这里